听众朋友们好 我是安大雄 欢迎你的收听 首先 我先要为你介绍一下 这个专辑的内容 这个专辑是我与喜马拉雅 一起联合推出的 系列音频节目 相信你也看到了 这个专辑的系列主题 就是读书分享和解读 我们一共选取了 十几本书 包含了心理学的各个疗法 还有很多心灵成长的经典书籍 针对的人群 就是正在焦虑的朋友们 有关注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在做主播的这四年里 其实已经讲了很多的书了 各种疗法也都讲过 比如说三天疗法 认知行为疗法 正念冥想等等等等 但这个系列 跟我之前的读书节目 就很不一样 就那个时候我在讲的时候 都是把每个疗法 单独做成一个系列 而系列和系列之间 每个疗法和疗法之间 并没有过多的联系 就没有把它们去串联起来 有的朋友也认真看了 也听了 也就有困惑了 哎呀 到底是选哪个方法呢 哪个最好啊 我该听谁的呢 我是调整认知啊 还是冥想啊 还是面对接受飘然等待 还是顺其自然为所当为啊 其实啊 没有最好的方法 在我看来 这些疗法都是殊途同归 所以这个系列呢 是一个融会贯通的思路 目的就是把这些疗法 都整合起来 最后你会发现 他们之间是没有矛盾的 这是这个系列第一个特点 不是碎片的思路 而是整合的思路 那第二个特点呢 其实咱们啊 不是为了讲书而讲书 说实话 咱们焦虑的朋友们 都是普通人 那读书呢 也不是因为 对心理学有多么大的兴趣 平时要是好好的 谁要看书啊 这很正常啊 其实我们都是想解决问题 那出发点呢 都是带着问题 带着困惑来读书的 我们都希望这些书啊 能够给我们最准确的指导 所以最重要的 读书呢 不是读得多就是好 咱不能死读书 读死书 那可不行 就得读到点子上 得抓住核心 和它的精华所在 把书读薄 然后呢 能够学以致用 这才是关键 所以啊 在节目里边呢 我们会举很多的 具体的例子 来解答焦虑 康复录上 很多常见的问题 就看看这些方法 是怎么实际的 去运用到生活当中的 说白了呀 还是要实用 就是有问题 怎么解决问题 那这个专辑呢 就这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整合 把这些疗法 融会贯通 第二呢 就是学以致用 解疑答货 找准方向 解决实际问题 咱们呢 就废话少说 简单的呀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 希望大家 能够通过这个专辑 有所收获 希望能陪伴大家 一起走出焦虑 我是安大雄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